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又來到潛水大師 講一下錶的時間 今天就和大家講一下鏡頭前面 叫 Omega Speedmaster Moonwash 系列的手錶 我相信很多錶迷對Moonwash 都應該不會陌生 未開始介紹這錶前 也麻煩提醒大家 記得 Like 完片 Share 給朋友同時 Subscribe 頻道 按下小鈴鐺 下次有新片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 另外 如果未加入我 Facebook 群組的朋友 歡迎大家在 Facebook 尋找潛水大師 歡迎大家加入討論和分享一下 好 我們看看這錶有多漂亮 好 來 各位 去片 好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下 Omega Speedmaster Moonwash 系列的手錶 由於這錶的錶盒實在太大了 所以進鏡也不太方便 所以就拿了裡面的東西出來給大家看看 首先 卡方面 大家如果有玩開 Omega 都知道 一般來說 都會有三張卡 三張那麼多 除了一張是國際保養卡 另外有一張就是天文台認證的卡 還有一張叫 Picograms 卡 就是三張的 Picograms 卡 其實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如果大家有朋友知道是什麼意思 方便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因為我都不太知道 OK 三張卡 另外有一本 Operating Instruction Menu 基本上一本這麼厚的東西 大家通常拿回來 這樣站一站 然後就會放在那邊看 最後有一本 這本書仔 這本書仔挺精彩的 可以很快站一站給大家看看 其實講了 因為這個Moonwatch的歷史 大家都知道 美國太空人 在1962年 1962年 10月3日 開始了一個 Mercury Segment 7 一個太空計劃 當年這位太空人 他應該都是帶著這隻標的 因為後面有一些照片 他可以看到的 對 好像這個 他寫得很清楚 六百年一個紀錄的 阿波羅的計劃 在說這隻Omega的手錶 其實這隻 有些朋友說 這款好像很舊 其實就不是舊 其實從六十年代 到現在 現今 現在出賣的新標 都是這樣 標帶不算 標帶不斷有些改變 以及機身那方面 但是標新的設計 就真的很經典 基本上都是這樣 自視者 繼續下 有很多太空計劃 阿波羅十一 阿波羅十二 十三 很多 這裡有一幅 這個 不知道什麼太空人 都是其中一個太空人 什麼名字 我都不理會 他都是帶著這隻標 所以這隻標很濃濃的 都是那隻Moon Watch 來的 繼續多多幾個 很快 阿波羅十三 有很多太空人 都是帶著這隻標 對了 這裡有一幅 嘩 這個太空人 幾得戚帶這隻標 嘩 真是 就是這樣 對了 這裡的太空人 也是帶著這隻標 所以這隻標的賣點 就是 怎麼叫Moon Watch 就是 怎麼說 是全球唯一 一隻標 應該是唯一一個型號 的標 是 登陸月球 最後這裡有關 一些以往的 由60年代 即是1962年 到1975年的太空計劃 有很多不同的 列在這裡 給大家參考 那本書仔大字 就這麼多 很快就揭一揭 我們現在看看標 的真身 我都說 標盒很大 都入不了鏡 有些標準 那麼遠 才可以看完 那 沒有辦法 這些 貴價標 那 盒子一定會 上下 精美 大 好 開給大家看看 好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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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拿錶出來給大家看看 給大家欣賞一下 今天介紹一下 Omega Speedmaster Professional Moonwatch 記住 Speedmaster 其實有很多款 的 Professional 就稱之為 Moonwatch 有些不是Professional 所謂 什麼細月球 那些 其實就是 真是 偷去光 真正來說 Professional 這個版本 才叫Moonwatch 才是 我剛才說 當年 太空人 登陸月球 那個型號 所以大家記住 Professional 這個字很重要 還有 它是 會大隻一點 如果說 一般小的 Speedmaster 其實是39mm 這隻是42mm 記得這個分別 42mm 20mm 錶二 這條錶帶 很有趣 20收15 待會再介紹給大家看看 錶新方面 一般來說 其實這麼多年 都沒有變 昨天 還有師兄 跟我說 這隻錶很舊 不是很舊 是一個新錶 只不過是 款式 是 由60年代開始 已經是這樣的 都沒有怎麼大變過 所以 就不是說 款式很舊 可以說是很長清 這款 Cornograph 這個是計時錶 大家都看到 可能我之前 都有一集 講過 這些計時錶 如何玩法 都再重溫 一些 計時針 永遠都在12點位 如果你不計時的時候 先按 這個 9點位 大家看到 秒針 秒針9點位 正在動 這支是秒針 這支不是秒針 這支不是秒針 計時針 走一圈之後 三點位 就是一個分鐘 計算過一個分鐘 計算過30分鐘 這裏就會跳一格 如此類推 但是一般來說 這些計時錶 都不會這樣走 正常都是 站在12點位 好 我先戴上手 給大家看看 效果就是這樣的 當年太空人 就像我這樣 哇 突然間戴上手 有一種好像 飛了上太空的感覺 對 錶身也不用怎麼介紹 大家都可能看得很多 這次這支是新款 有兩款 這支是貴版 是透底 透底是貴一點 透底是 定價是59,400 那個定價 物底是52,200 這些都是很公開的 大家可以看到的 這支是透底 透底除了底有分別之外 還有一個分別就是 玻璃面 這支是藍寶石水晶玻璃面 這支是藍寶石水晶玻璃面 如果物底那款 它的面是 碳纖維膠 即是膠面 即是物底那支 膠面有一個特色 中間的點是Omega Logo 所以大家可以用這方面 去分得到 即是未看過錶底之前 就可以去看表面 就可以分得到 這個 不過都很難看的 我曾經都看過 膠面那支 中間的Omega Logo 其實是很隱約的 那支就是物底的設計 好 錶帶那方面 20收15 這個是新款的錶帶 因為我自己也曾經有一支 舊款 是90年代 差不多 就是Moon Watch 這支錶帶 不是這樣的 這支錶帶 比較特別 我自己的感覺 這支錶帶 會比較斯文 20收15 它收得很收長 整支錶帶的感覺 會比較斯文 特別是 龜背位 當然是實心橋 龜背位是這樣的 都是偏向斯文的 我自己覺得 跟以前的 Moon Watch 錶帶的感覺 都很大分別 是 15mm 就很收 而且你看到 是用了一個直紋的設計 有一個Omega Logo 在那個扣位 左右兩邊 那個安全扣 用了一個 橢圓形的設計 按下去 就開出來 這樣 是很簡潔的 這個扣藥 但我個人認為 跟之前的比較 會比較斯文 因為之前的扣是大一點的 就是 大一點 總之 這個就斯文一點 就是這樣 除此之外 還有什麼要說呢 錶帶不同 就是 基心 今次的基心 就是 361 都是瑞士天文台認證 當然 反轉給大家看看 因為錶底都很漂亮 透底就是這樣 這都寫得很清楚 就是Omega 361 我自己以前有一隻 舊款 就是161 這就是361 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大家都是天文台認證 一樣 這次的361 一樣都是雙重認證的 除了瑞士天文台認證之外 還有一個 Master Chronograph認證 而Master Chronograph認證 其實就是 瑞士聯邦 計量科學研究所 的認證 所以這個錶 那個基心 都很厲害 就達到 雙重認證的標準 而在防磁方面 它這個 以我所知 它是透底的 而物底那隻 就有個防磁蓋 它就說防磁 因為新款 可能它用了防磁物料 但其實以舊款的角度去看 那就是物底 就會更加防磁 因為物底裡面有防磁蓋 而透底這個 它就沒有做到防磁蓋 但是我看回資料顯示 它都是防磁的 我相信 可能是用了防磁物料的關係 就是這樣 錶底錶背 都是用了防磁損 的藍寶石水晶鏡面 所以整天錶都很帥 這個新款機芯 到底是361 除了商場認證之外 還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它的儲能 儲能方面 它都可以達到50小時 是一隻上年的機芯 大家可以看到 那就是50小時 都挺厲害的 如果上年去到50小時 即是說是這麼小的機芯 不是那些很大舊的 很大舊的 就說可以去到50多小時 那麼小的機芯 上年可以去到50小時 真的都非常厲害 反正也要繼續看看底 這個 透明錶底 可以大家欣賞一下 很漂亮 除了看到錶底 動一下動一下之外 其實也有些字 其實我自己偏向喜歡 物底那隻 因為物底那隻 它的字寫得更加清楚 是什麼呢 就是為了錶的賣點 當然 因為這隻 Moonwatch 不論它是透底 物底也好 它的錶底也一定有一個 字寫在這裡 是什麼呢 就是 The first watch Wall on the moon 這句說話 真的重要 即是說第一隻錶 帶上月球 這隻 扣底 就有字寫在這裡 物底也有 物底寫得更加大隻 更加精彩 就是這樣 這個字非常之有意思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 錶2也有些資料寫在這裡 也是 好像之前那隻 007 也是有個 logo 在這裡 這裡寫 Stinger Steel 物料 還有錶新的 獨有號碼 也寫在這裡 錶底就是這樣 非常帥 好 這隻錶 其實就大致上 這樣 錶盤也不用多介紹 因為都是經典的款式 不是什麼新的 就是這樣 再戴上手 給大家看看 試一試夜光的效果 看看這隻錶 好 很鮮 很鮮 都有點 第一眼 一熄燈 試夜光 第一個感覺 有點像 這個 氣燈的感覺 當然不是氣燈 但是夜光 都很氣燈的感覺 很清晰 這麼幼的黑度夜光 它都可以發出 這麼強烈的 綠色光 都很不錯 在黑度 時分秒針 都有夜光 但是那小三針 是沒有的 小三針不像夜光 好 大致上這樣 不是這麼黑的情況 都OK 綠色都很出 好 開燈先 好 最後 都很感謝炮大山 Kornos 借出這隻 Omega Speedmaster Professional 的Moon Watch 給我拍片 介紹給大家 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去店裡看看實物 好了 今天介紹 大致上這麼多 下次再到新邊 就會再通知大家 好 多謝大家收看